各位前輩各位權友你們好 以前有三個視頻 是講關於暫莊的 這次 就講暫莊 帶來的鬆散通空 很多泰的權老師是反對 暫莊的 原因 是認為暫莊站定定 還要入地三尺 影響太極權的靈活性 文宗 內容有 楊晴寶宗師 教汪師傅 暫莊 是練鬆的 大家可以 慢慢欣賞 鬆了之後 我們就覺得刁 尤其是盤駕子那時候 因為我們 沒有講散 散和鬆要一起講 鬆了之後 我們要將 德氣感 將它 散出去 權譜也有講 欺騙身軀不守制 我們要將它散到身 周圍都 好像有氣球包住的 我們就 好像在氣球裏面打拳 到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我們要練通 怎麼通呢 如果我們是 連養生駕子的話 我們將它的氣 通到我們的手心 腳心 如果是練 忌擊駕子的 我們要將它 通出身外 以前有一個 詞貧 是講 黃老師講 陰陽變化 小和尚 中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可以參考 通了之後呢 就到空了 黃老師教我們 推手的時候呢 黃老師站在我們身前 不覺得 有壓迫感的 好像老師不想到這樣的 因為他空了 不覺得有東西的 權譜說 忍進落空 其實 未忍進 已經空用了 所以 跟老師推手呢 無從下手 沒得推的 感覺很特別 那通 跟空呢 不是說自己講了就算的 我們一定有 權有一起練習切磋 由對方告訴你 你有沒有通出來 有沒有空到 那才是 確敵的 很可惜 因為我沒有權有 練權 所以我只不過是 紫上談兵 希望各位權有 練了之後 留言 告訴大家權有 參考 多謝各位 希望你們 希望你們 留言 討論 訂閱 鼓勵我以後再發表 其他文章 多謝 的 , 他們 是 的人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